阿弥陀佛 是我在教导的一个更重要的 就是当你在念佛的时候 信愿行通通俱足 每一个念阿弥陀佛 你只要这样念 法言我二六十中 一心只想往生净土 其他什么都不去想 念佛再加上 这个内在里面深处的念力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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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内心里面再加上一股强大的力量 我就是要往生 很清楚的 佛号加上要往生的力大 不必在另外特别的发言 你的佛号里面就有强大的 往生的念力 我就是要往生 没有路可以走 那这样力道就非常的大 一般人就是阿弥陀 阿弥陀 阿弥陀佛 念佛里面没有怨力 可是念念要生彼国 就是念佛当中加上 一股强大的怨力 就是要往生净土 那么很多人都能够往生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无数讲堂 班纳一个很喜欢佛法的 我们上课她也常常进来 这对夫妻值得赞叹 她妈妈就是以前 听说我走到哪里 她也是个惠吏迷 我走到哪里 台湾不管到哪里 她都一听去听去听 她妈妈怎么往生的呢 她妈妈是站着往生的 站着用站的 无数 无数东西 站着往生的 所以这对夫妻的对师父上来 真的是非常非常十足的信心 十足的信心 我不敢要求说 你们能站着的 也要你躺在哪里 你躺在哪里 不敢要求这些太严重了 我们这样坐的 我们如果能够把它坐下来 坐在沙发上 或者怎么样子 好好的安详走 也已经算不错了 不错了 所以说呀 因为我爸爸跟妈妈就最清楚的 也像我爸爸 哦 那个一天的那个往生奏 我跟你讲 爸爸你当他念往生奏啊 很好 但是你还加上佛号 他就念佛 念佛 因为老人家年岁大了 对不对 爸爸因为搞了很多的 不想到不可说的业 善业还是什么业 然后啊 到年岁大的时候 又回来给我们养 所以在我们的四周围的灵机 哎呀 只有你们灵家这样最孝顺了 对不对 你爸爸年轻的时候怎么样 哎呀 老的时候你们兄弟还这么孝顺 还养他 钱啊 出嘛 我来出嘛 对不对 有人出钱出年 年岁大了 也没办法走路了 就是 他就是一直念佛念佛 那灵命中往生的时候 呀 那个亲身的柔软道 那个换衣服的就是 哦 有没有 没有宽贵个像没有骨头 无量柔软道极卷 他就是非常精进的 念那个往生做超过三十万遍 超过三十万遍 啊 他每次要看电视啊 要批评哪一个法师 我都觉得你千万不要这样子 看就好 对不对 看就好 不要这样批评哪一个法师好 哪一个法师不好 每次都赞叹你儿子 你要让你害我去死哦 这样不行 这样不行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我就禁止他 那我的妈妈 也念三万生的佛 每天都念那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在他往生前 他跟我讲 他看到三尊很亮很亮的 我说妈妈就千万不能执着这个 这个是很好的 因为可以看穿过 穿过那个墙壁 对不对 那墙壁见 看到虚空通通是亮的 我师父我看到 三尊很亮很亮的 好像没有这个墙壁存在了 在他往生前 他听到文书讲他的人在念佛 那念佛 我跟他讲 千万不要执着这种东西 知道就好 再继续用功 再继续用功 结果母亲往生以后 那个顶部啊 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 头顶 还是热热的 这我妈妈也没读什么特殊的书 是不是啊 所以也不是说书读很多的人 才比较会修行 只要你可以听佛的话 或者听主师大德的话 无论你读书 多寡 其实都是 其实重要的就是要诚实的 来深信净土 切验 就没有一个不受用 没有一个不受用 爸爸妈妈就是最实际的例子 最实际的例子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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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原因